在古代历史中,有一位女子,她的前五任丈夫都离奇去世,留下了克夫的恶名,尽管如此,一名穷小子却不信邪,依然决定娶她为妻,令人惊奇的是,这段看似充满不祥的婚姻,竟让她成为一代名臣,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这段命运的转折?女子的神秘经历和穷小子的坚定信念之间,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?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时说。 古时,女子出嫁后,若丈夫意外过世,人们会同情她,安慰她,感叹她时应不计,但若是她再次出嫁,第二任丈夫又过世了,那人们的态度便会截然相反,不仅敬而远之,甚至会扣上一顶客服的帽子,秦朝时,有位姓张的女子便是如此,此女貌美如花,温柔贤淑,出生富贵,是绝对的白富美,因此府一成年,上门求娶之人便络绎不绝, 家人千挑万选下,终于选中了一位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男子定了下来,八台大叫,十里红装,张氏便在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下出嫁了,谁承想新婚没多久,丈夫便应年早逝了,她从新婚少妇,一下子变成了丧妇寡妇,父母在与亲家商量后,把她接回了家照亮。 年纪轻轻,本应有大好的人生,守寡未免太过可惜,因此过了一段时间,待张氏心情平复后,丈夫张母便寻思着在为她谈一门婚事,只是毕竟是再婚,二老便想再添置些嫁妆,好让女儿婚后过得好一些,奈何此女伪食命途多舛? 在第一任丈夫死后,她先后又嫁了四次,但每一任丈夫都在新婚后没多久便过世了,在街坊邻居的一样眼光与怯怯思语中,可夫这顶大帽子毫无疑问地扣在了她的头上,在封建社会,迷信的力量十分强大,经历了廉价五福。 五福皆丧的打击,莫说旁人,就连张氏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克服,难免心灰意冷,就此任命,闭门家中作,不愿再去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,父母之爱子,则为知己深远,看着女儿整日枯作房中,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,父母心中自是心疼万分,但若是放任女儿这样下去,待他们百年后,女儿该怎么办呢? 因此,他们还是决定再试一次,门当户对的人家已是不敢肖想,张氏的父母只能把眼光转向家境一般,却人品不错,颇有学识的人家,但是自家女儿五嫁五丧的名声,让无数父母望而却步,生怕自家儿子成为六丧,纷纷避而远之,所幸天无绝人之路,张氏的祖父张富在参加乡里的一场丧事时,见到了前去帮忙的陈平, 即是后来名垂青史的西汉名臣,彼时他还只是一个家境贫寒的普通读书人, 偶尔打打临工,只为混口饭吃,陈平年少时便父母双亡,只有一个哥哥与其相依为命, 虽然日子过得辛苦,哥哥却始终对这个弟弟藤爱有加,一力承担所有农伙, 攻其读书,希望他长大后能有大出息,而陈平也没有辜负哥哥的期望, 他仪表堂堂,长身欲立,加上自幼宝读诗书,颇有一番文人气韵, 站在一众大老粗中仿佛鹤立鸡群,张富一眼便相中了他, 虽向身边的人打听起他的身家,一番了解后,觉得辞子人高马大, 为人勤恳,学士渊博,且在失了父母的情况下还能平安长大, 想来足够命运,老爷子当即拍板,决定招他为自己的第六任孙女婿, 这边陈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相中,要招他未婿, 参加完丧礼便回到家中,见哥哥面露忧色, 上前询问,方知是因自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 但自家一贫如洗,谈心没有姑娘愿意嫁给弟弟, 陈平不忍哥哥为自己的婚事范畴,便安慰哥哥说自己一心读书, 暂时不想承家便写下了,没想到第二天张夫上门, 告知了他自己的想法,同时也将自家孙女的过去告知, 希望他能在慎重思考后予以答复, 陈平向来不信鬼神之说,自是认为所谓克福之说不过是无稽之谈, 张家乃富贵之家,在明知陈家贫苦的情况下, 却仍然愿意将孙女下嫁给的,可见并非贤贫爱富之辈, 在想到昨日哥哥对自己的担忧,思索片刻后, 他便起身向张夫拘了一躬,应允了这门亲事, 没过多久,张氏便在祖父的安排下嫁给了陈平, 而这一次他终于苦尽甘来,得欲良人了, 古人认为女子命应容易克服, 按照这个说法,这位张氏的命属实是相当硬的, 但即便如此,天生万物,一物降一物, 他总算是等到了比他更命硬的陈平, 中获圆满了,所谓穷在闹是无人问, 富在深山有远金,张氏丰厚的嫁妆, 以及其娘家人时不时的资助, 让婚后的小夫妻俩过上了滋润的小日子, 陈平也在张氏的劝说下走出乡村,游学四方, 结交了不少知己好友,随着秦朝末年, 兵役,姚役日渐增重,民不聊生, 陈胜吴广揭干起义, 陈平经朋友介绍, 即经辗转, 投入了汉高祖刘邦的麾下, 为其出谋划策, 成为了他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, 除泛增, 亲含信, 救刘邦, 平天下, 陈平一路跟随刘邦征战沙场, 为刘邦的宏图大业立下了汉马功劳, 因此在西汉建立, 刘邦登基称帝后, 他被封为丞相, 自此平步青云, 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 此外, 因他指认文职, 不碰兵权, 故而深得刘邦的信任, 成为了其最为倚重的大臣, 而这一切, 究其根本, 是因为他没有人云亦云, 迎娶了张氏, 获得了张家的资助, 方才得以扭转自身命运, 回首过往, 不由感叹, 将果然还是老的了, 张富慧眼十珠, 看出了陈平的不凡, 将孙女下架, 为自家孙女找到了好归宿的同时, 还间接为西汉培养了一个公骨之臣, 若是陈平当年因张氏克福的传言, 而拒绝了这门婚事, 枉小了说, 他即使在聪明, 或许最终也不过是村里的一个教书先生, 一个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之辈, 枉大了说, 历史说不定都会因他改变, 从身世凄苦, 连媳妇都娶不起的乡村穷书生, 到身居高位, 协助汉高祖创建西汉的一代名臣, 陈平的一生堪称逆天改命的典范, 这不仅因为他自身的聪明才智, 更因为他不信邪, 更不认命, 当时, 秦朝末年, 暴政横行, 民不聊生, 陈胜, 吴广接个二级, 刘邦, 项羽也先后登上历史舞台, 陈平仰光读的, 沈氏多士, 最终选择投靠刘邦, 他运筹帷幄, 出谋划策, 很快赢得了刘邦的信任和器重, 在刘邦的会下, 陈平施展才华, 建立了赫赫战功, 他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的策划和指挥, 屡见其功, 刘邦每次遇到困境, 都会向陈平求助, 陈平总能出谋划策, 划险为夷, 他的才智和忠诚, 让刘邦对他越来越信赖, 然而, 此而骄傲自满, 他深知,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, 权力和地位如浮云般变换无常, 唯有保持冷静和警惕,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, 陈平始终谦逊低调, 专注于为刘邦排忧解难, 他明白, 自己的命运已经与刘邦紧紧绑在一起, 只有助刘邦成就霸业, 自己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, 与张良不同, 陈平更善于使用阴谋诡计, 他的计谋往往出人意料, 却又屡屡奏效, 正是凭借这些神鬼莫测的策略, 陈平几次就刘邦于危难之中, 然而, 这样的作风也让他饱受争议, 世人对这位狡兔三枯的谋士, 既敬佩又忌惮, 有人认为, 陈平的谋略虽然高明, 但过于阴狠毒辣, 又被仁义道德, 也有人认为,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, 阴谋诡计不可或缺, 陈平善用其策, 正是他智慧和胆识的体现, 对于这些议论, 陈平并不在意, 他深知, 在权力的游戏中, 输赢才是硬道理, 为了辅佐刘邦统一天下, 他可以不择手段, 甚至不惜牺牲道德原则, 这种务实的态度, 让陈平在刘邦面前更加忠心耿耿, 他不仅是一名谋士, 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助手, 刘邦登基称帝后, 陈平并未趁势谋权, 而是安守本分, 专心辅佐, 他深知帝王心术, 明白疑心生暗鬼的道理, 陈平不与军权沾鞭, 却在朝堂上戒严献策, 赢得了刘邦的充分信任, 这份睿智的洞察力, 让他在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, 得以善终, 然而陈平的谨慎并非怯懦, 他深安全力的游戏规则, 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发展, 他善于察言观色, 审视夺视, 永远站在刘邦一边, 同时陈平也不忘为百姓谋福利, 他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, 力图减轻民众的痛苦, 这种兼顾君王和百姓利益的平衡术, 正是陈平政治智慧的体现, 他明白一个稳定繁荣的国家, 才是帝王和陈民共同的福祉, 陈平的人生传奇, 是时事与个人奋斗完美结合的结果, 他借助贤妻的财力, 积深上层社会, 又凭借过人的智慧, 赢得帝王的信任, 陈平的故事告诉我们, 机遇固然重要, 但把握机遇, 勇于奋斗的人, 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跨越, 西汉建国后, 陈平之所以能在刘邦削弱异姓王侯时得以保全, 全因他小心谨慎, 而且只认文职, 没有实际兵权, 所以直到刘邦死后, 陈平仍然在汉朝官聚要职, 曹参死后, 陈平出任做丞相, 不久后, 吕后临朝, 并打算册封吕氏亲属为王, 又丞相王陵强烈反对, 陈平和周伯却赞成, 退朝后, 王陵责备陈平, 周伯认为他们违背了白马之盟, 陈平却说, 我们这样做, 完全是为了保全设计, 后来吕后曾对陈平怀有戒心, 得知后, 陈平大肆寻欢作乐, 使得吕后不再怀疑他, 然而, 让吕后没想到的是, 他却在暗地里正和陆甲策划着灭除吕氏势力, 吕后死后, 陈平, 周伯等人的努力下, 诸吕之乱得以平定, 带王刘恒成为皇帝, 也就是孝文帝, 论功行赏之际, 陈平称并将右丞相之位让与周伯, 自己认作丞相, 功居第二, 不过, 他却在次年便因病去世, 与韩信、 彭越等人不同, 陈平在立功之后仍懂得居安思危, 从不居功自傲, 仍然忠心的为刘邦效力, 因此得以存留, 朱吕乱政时, 他也不像王宁那般激进反对, 而是暗中积攒力量, 扳倒吕氏, 这样的做法才是大智慧的体现, 谁也不曾想到, 跟随刘邦一统天下, 平定朱吕的陈平, 曾经是一个连老婆都讨不到的穷书生, 更加难得可贵的是, 张富慧眼识珠, 看出了陈平是人中龙凤, 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他, 多年之后, 陈平果真成为了一代名臣, 对此, 你有什么看法呢?